好 新闻中戴着帽子 戴着口罩 出面指控以被害人姿态的她是方小姐 她说这个老板太苛刻了 那么迟到呢要扣薪水 迟到一分钟扣两千块 听起来很夸张 但是老板说这个人根本就是个迟到大王 真的吗 今天我们重回她过去的工作的地点 检视她的出行记录 的确在去年一整年当中 这个方小姐啊每个月都超休 上班日也几乎是天天迟到 过去的同事提到她 个个摇头感到很无奈 力挺老板才有道理 那么换句话说 这以为民喉舌的姿态出现 帮忙开记者会的这位议员许淑华 是不是自己没有查证清楚 接到了一个乌龙陈琴案呢 今天记者问她这个问题 她绕着弯子为自己解释 相议员投诉迟到被雇主扣薪水的方小姐 就在台北市政府的亲子剧场里 担任约聘员工 工作人员谈起这位前同事 印象都是上班出勤不正常 她是还蛮常说请病假 看医生身体不好 还蛮常 公司也没有说她矿子都让她请 数字会说话调出六月份的卡单来看 立休八天 她休了十四天 上班日还几乎天天迟到 一整年的出勤记录 每个月都超休 被列为黑名单对于公司的迟到罚金规定 员工站在老板这一边 如果我们因为员工的迟到 然后让剧团在外面等 那这个影响是很严重的 所以老板会针对这个 这个这样的一个制度来约束员工 我认为是合理的 剧场同员很无奈 不过议员肯为澄清者背书 当然有理由 如果你真的认为她表现不好 你可以资钱 你资钱还是给人家资钱费 可以叫人家离开 不需要用这种方式变相 逼人家自动离职 那所以我认为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当然要请劳工局要强力去调查 坚持持到扣心不能太超过 叙述花依法论法 至于有没有被成情人蒙蔽误导真相 基于为民服务 叙述花选择性相信 中心新闻晨一番许家瑜 台北报道